1993年,我国台湾省的爱国青年为了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,成立了一个党派,名叫新党。 党内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女孩,她多次公开呼吁两岸和平统一,因此遭到非法分子的强烈打压。 虽然她的生命安全一度受到威胁,但是她不具黑洛势力,一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努力着。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谁?她要为祖国的统一做了哪些事情呢? 点个一圈三连,今天让我来为您揭秘。 2022年11月,台湾省内迎来地方县市长和议员的选举,各党派人选为了给自己拉票都奔走在各地卖力的演讲。 他们来自不同的党派,各自主张也都大相径庭。 例如主张亲美有日反中的民进党,主张亲美有日合固的国民党,以及主张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的新党。 也正是这个时候很多人才知道,原来台湾还有一个爱国党派,这个新党是1993年成立的。 虽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党派,但是党组成员的思想很先进,眼界也非常开阔, 他们有着一颗全权爱国之心,为了融化隔在两岸人民之间的冰封,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促进两岸交流,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不断努力着。 新党中有一个叫苏杭的女青年,她出生在台湾,虽然很少与大陆接触, 但是她善于思考又有主见,她从小就认定了一个事实,那就是,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 苏杭出生在台湾一个富裕的家庭,父母是台湾最大的广告代言商, 拥有优越家庭条件的她,从小就接受到良好的教育。 长大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文化大学,就读一政治系。 善于思考,性格独立的苏杭,有着超出自身年龄的认知。 孙坦的父母早就为她铺好了路,等一毕业就可以成为自家公司的高管。 在大学期间,她阅读了很多国内外历史书籍和社论文章, 对于和自己认知有差异的言论,她从来都不会盲目相信。 而是从多个渠道了解和证实,在生活中,她也会辩证地去看待问题。 大学还没有毕业,苏杭就加入了新党, 因为她的理想和新党主张一样,想要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。 加入新党后,苏杭经常组织开展爱国活动, 通过各大媒体平台发布大陆的真实情况, 只为唤醒更多被台独分子蒙蔽的群众, 她的一系列举动赢得很多人的知识,能力出众, 勇敢坚定的苏杭不久便被提拔为新党的领导人之一, 展露锋芒的苏杭很快就被反革命分子盯上, 他们将苏杭视为眼中盯,肉中刺。 虽然明面上的打压不敢太暴力, 毕竟还得维持自家党派的形象, 但是暗中处处针对苏杭, 甚至一度对她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, 同时还将黑手伸向苏杭的家人, 如此卑利的手段不禁让人扼腕叹息。 虽然苏杭对这些打击一度气愤不已, 也退党回家。 但是苏杭越挫越勇, 坚定信念, 一直不放弃心中的理想, 他成为事实评论员后, 在各大媒体中勇敢发言, 揭穿心怀不轨之人对大陆的抹黑和造谣。 再次采访中苏杭说道, 每当我听到那些说大陆的厕所没有门, 吃不起鸡蛋等言论, 我都觉得十分震惊和可笑。 但是偏偏是这些低级的谣言, 让信息被控制和垄断的台湾同胞, 对大陆的偏见越来越大, 这非常不利于两岸人民的交流, 也不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, 于是苏恒游走大陆各大城市, 将拍下的照片和真实经历, 都发布在台湾的交流网站上, 这让很多对大陆有误解的人疑惑, 大陆真的如苏恒所说的那样发达吗? 有很多台湾同胞为了一探究竟, 特地来到大陆走走看看, 这时才真正了解到大陆还记得疫情前期吗? 那是武汉疫情严重, 全国各地纷纷支援, 一脉相承的台湾当局却袖手旁观, 等到台湾疫情严重时, 大陆积极伸出援手, 向台湾捐疫苗, 口罩等物资, 还免费为台湾同胞提供各种治疗, 但是这却遭到了台独分子的恶意抹黑, 让不明所以的台湾同胞对大陆产生怀疑, 苏恒为了澄清事实真相, 他特意全程记录了自己从台湾到大陆, 参与隔离和接种疫苗的全过程, 视频已经发布, 一时间很多台湾同胞被大陆的热情和细心打动, 纷纷赶来大陆接种疫苗, 类似这样的事情苏恒和他党派中的人还做了很多, 他们目前势力虽然比较小, 但是他们一直在为祖国统一努力着,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 他们想让台湾回归的心愿一定可以完成。 好的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喜欢视频的话, 麻烦点个一圈三连, 收藏起来慢慢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